中文成语 什么 这是一张口 里面写着个病字 这是一张口 旁边是一个灾祸 祸 想到了吗 中文成语 病从口如 祸从口除 这幅图画 旁边的字 是圆 很多圆 中间一个很大的字 就是 实物的实 所以呢就是什么 圆 多必实 所以有人就说 沉默是今 所以大家 就安安静静 你们就比我聪明 你们都很安静 我还在这里讲 哈哈哈 那么你们看看 对于以上的 几幅图画 或者一些中国成语的 有不同程度的反应 字幕图画 我们不知道 是不是出自家暴 家庭暴力的家庭 或者一些国家 轻视女性 不准女人讲话 所以她讲话太多 被人刑罚 所以把嘴把它连起来 不知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很残忍 或者她自己常讲错话 她下令戒心 她就把它封起来 不再讲话 不知道 总之 这就是一个 反应 这是很强烈的 那么这个呢 就比较刺的一点 比较不是这样记得 但她也记得说 多言必识 所以她就把它嘴 用胶鼓 把它封起来 啊 就不讲了 那这个呢 当然这个是艺术图画 她发了个拉链 就是说 有时候开 有时候病 尽量呢 就不讲 你问什么我都不讲 但是待不住的时候 讲一句就赶快再关 这个就比较 划动一点 比较划动一点 再下去呢 这个人呢 就比较聪明一点的 不要吵吵闹闹争论 有时候有讲说不讲 或者说 我先到一讲 就静静的 那这个语教 用理智的 不必naturally 就说 我提醒自己 赏烁荣妙 那么字符图画 我是从网站来的 她说什么呢 大概人说病从口入 那这个人又说 话从口出 但是呢奈何啊 如果又不吃 又不讲话 那很可能我都会闷死了 没有病就死掉了 明白吗 这个是很多人的感受 听说过吗 有个人就去看医生 医生说 你这个不可以吃 你这个不可以吃 你这个地方不可以去 你这个东西不可以做 那你就会长命百岁 他气死了 他说 又不能够吃 百岁做什么 这都话了没有意思 他是话了没有意思 这跟这个人说 如果不吃 也不说 你闷死啊 虽然没有病 但是病 就是死了无疾而终 那多惨 所以呢 真的是为难 这里有很多药品 我特别带了个药品 每个人家里都有啊 不是说你们都病人 最少你维他命也有啊 那么我们中国人呢 有时候省钱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 你那个病 我家里还有那批药 剩下的 可以给你用 都是一样的吧 感冒 哈哈哈 那么偶尔呢 不是严重的病呢 还痛 就是有些药呢 还可以用 但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的药品 回家里去看 药品的这张贴上去的纸 最上面 最上面的字 我就奇怪 为什么他要这样想 我都看不清楚 我用放大镜去看 才看得清楚 那这些标签啊 你这个标签 最上面有一行字 很小很小的 你们知道他讲什么吗 那一行字呢 就是这样 注意 联邦的法律 禁止将此药物 转让给接受处方的病人之外的任何其他人 意思是说 联邦政府的条例 禁止你 把医生开给你的药 转让你 或者转让你 让你变成有 这是犯法的 明白吗 所以呢 我们不要侥幸心理 最好就是不要 既然政府说不可以 我们就不可以 你不要说一样的病嘛 都是医血压的嘛 他是增加血压 高提高还是减血压 还有人说 Aspirin 吃得好啊 不会心脏病啊 后来我去看医生 我陪人家去看医生 医生说 连这个Aspirin也要注意 他如果他的病 不是因为血迷固的话 你吃Aspirin 他吸血 他的病的原因 他的血不很浓的 你再给他吸血 就很容易出血 内出血 什么出血 所以呢 不要自作充明 不要借人家的药 也不要让自己的药 借人家用 你知道吗 因为每 就算是针对同一个疾病的 也有不同的处方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每个人 病的轻重也不同 是吧 可能他有其他疾病呢 是吧 所以呢 中医也是嘛 你说吃苦啊吃苦啊 终于还有第一句话呢 虚不受苦 哈哈哈 你身体带虚 你吃苦啊吃坏了 所以同样是好一件事情 不一定适合每个人 所以呢 要注意要注意 你们看看下面 看看他的服装 漂不漂亮 看他的服装 漂漂亮 你看那个西装 质量比我的还好 他领带也蛮漂亮 那右边的那个人 他的羊毛衣外套也不错 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不合身材嘛 不是为他衣备的嘛 我们常常说 哎呀这件衣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意思是说你的身材多少多少 那就好 对不对 所以呢 好衣服 如果穿在不适合的人身上 变成丑衣服 那你一句话 本身没有错 但是呢 说给错的对象 就糟糕了 那耶稣也说过一句话 耶稣说啊 你不要把珍珠丢在狗前 或者猪前面 猪前啊 免得他把你的珍珠见他了 还回过头来 摇你一口 哇 那就烟火了 意思是说 有时候你好心好意 提醒人 劝告人 他不但不领情耶 他反而怒话中话 回头摇你一口 妈 管你何事 多嘴 哇 你很受情 你看 所以呢 我们要注意啊 注意 警告啊 所有警告 的记号 他的重点呢 不是接对的禁止 某一种行动 他命令是什么 指出可能会有危险 就强调你要谨慎小心 而不是说你不可以做 明白吗 所以 不信的话 你看看 个飙飙 这里说 病虫恐如 下面是什么 要注意饮食和卫生啊 不是说你就不可以吃东西了 病虫恐如 所以不吃 不 病虫恐如 还是要辞 还是要辞 但是什么 要小心 话处恐出 但是那是不做好吗 也不行啊 他目的是什么 提醒我们什么 要谨慎言行 所以不要走极端 不要说 戒队不讲话 也不要说戒队不吃东西 不要 着量而行 不是戒队的 你去送他给 现在洗手间 他常常有一个说 地板是湿的 他不是说 你不可以进来 或者不可以走路 不 地板是湿的 要小心啊 你不小心就会滑倒啊 所以呢 所有的警告呢 当然我不能够说所有啊 大部分的警告呢 不是对禁止做那个事情 而是提醒 有危险 你要小心 所以 有句话说 这个石头啊 就好像这个活地板一样 有一个活好的倾向 就容易 容易讲错 圣经说 石头最小 全身体很小 但却能够说大话 而且呢 很会伤人的话 所以圣经也说 如果有人 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我当然 不失话以上没有过失 因为我不是完全人嘛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讲错话 除了我的国语 发音不标准之外 有时候讲话都会讲错哦 啊 所以你们当你们听见我讲错话的时候 心胸宽大一点 哎呀 牧师也是群嘛 所以 难免有时候也讲错话 啊 但是呢 我们呢 也不能够说 反正没有人完全的 所以我们要谦卑 要学习 要提醒自己 彼此提醒 好 那么刚才讲的是一般的讲话 那么圣经的教导也是有类似的情形哦 所以我们呢 要按照正义分解上的道 不要断章起义 你要了解经文的背景 还有当时受制 就是说书信写给什么人 他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你要根据上下文 才能够了解当时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 你对一个什么事情都慢吞吞的 你就告诉他 快啊 快啊 对不对 但如果你这句话对给一个性情很记得 什么事情都充满快的 你再叫他快那就出乱想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这句话是针对谁讲的 你不要断章起义 要看当时圣经的背景是怎么样 上下文是怎么样 而且是对谁说的 还有当时的风俗习惯是怎么样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错 那下面一句话呢 是给传道人的 圣经保罗写给他的署名的儿子 也是年轻的传道人 他提醒他 他说你要建立在上帝面前的蒙喜愿 做无愧的工人 按作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换句话说就是你简经讲道要讲的非常正确 所以牧师一边一边讲道不是很容易的 我们要考证 我们要查 要知道当时情况是怎么样 为什么这样讲 那么我们消化了以后 学了以后才传出去 那么有一个翻译本 他之前显示自己是被试验为可家训 是无愧的工人 把真理之道解析的得体 就是说要掐当的得体 那这是对传道人的 牧师你要多听啊 好我听 诶 那么下面呢也是我 那我呢在神面前呢 我就要求神啊 主耶和华要赐我受教子的师徒 是吧 为什么我还要受教呢 因为我不是全能的嘛 我还是要向一些很有经验的原文专家 或者一些圣经学者 参考他们研究 还有考古学家 他们研究考古以后 历史学家等等 他们给我们的一些资料 我用一个受教子啊 的心啊 受教子的石头 就说我是一个受教子 我要讲话之前呢 不但是我要懂得用言语辅助批发的人 而且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够听好像受教子一样 换句话说就是说 我们传道的人是要帮助弟兄姊妹了解圣经 我们的目的要你们长进 要你们从疲倦当中重新获得力量 这是我们的动机 我们的目的 那我在神面前的求主给我谦卑学习 好像受教子 不要以为自己就什么都不 还有很多专家 很多前辈 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经验 一些警示 所以我也要受教 那么你们听的人呢 更要学习啦 那么你们也要求使给你们的受教子的耳朵 能够学习听传道人的解释 我们会这样多年 我才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 你说他不知心吗 他很知心 你说他不属灵吗 他很属灵 但是很可惜的 有时候呢 他们把以前听到某某牧师传道的一句话 记得很深 但是也许他没有清楚明白这个传道人讲话的背景 所以他就死守那句话 到后来呢 听了 来这里听了 牧师有另外一种解释 他就不会听了 他就死守他以前听的那句 就是对真理 所以结果呢 听不进去 反适合他的观念 不一样的他就记得 所以这种人呢 很可惜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爱主是对的 我们属灵是对的 我们坚守圣经立场是对的 但是我们一个谦卑心 要学习说 哦 我来再看看一下 再查考一下 再看看言文 再看看其他的参考书 看看我会不会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了解错了 当时传道人所讲的话 所以我把 实时把那个观念 刻在心中 永远不敢 那就不会长进了 所以不但是传道人 弟兄姊妹 大家要谦卑 要学习 所以我不是告诉弟兄姊妹 我说如果你们懂得其他文 你懂得越南文 印尼文 法文 拉丁文 墨西哥文 如果你懂得多一种文字 但是我鼓励你们读圣经的时候 看那种文字的版本 有几种版本 一比较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哦 他这个翻译很妙 哎 我现在顺便提一提啊 有时候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会说 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本 这个翻译呢 应该翻译成这样更好 所以请弟兄姊妹注意 我不是狂妄 骄傲 来批评 当时翻译这个圣经的人 你知道吗 我们的中文圣经合合本 翻译到现在是超过五十 而且当时候翻译呢 是一些宣教士 是外国人 他们学中文 他们也学得不错 而且有一些中国人也帮他们 来修改 但是无论如何 从一种文字翻到另外一种文字 一定呢 会有差错 或者说不传神 明白吧 不是说他的字翻错 而是很可能他把他一直翻出来 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有个亲戚 他是南洋出生的 后来回到大陆读书了 很久了 所以你们也差不多忘记了 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 是剩下无情了 然后他有一天要去打电话 中文是说打电话是不是 蛤 打电话 你真的去打电话吗 不 他呢 后来他就来到印尼了 他就用印尼的英文说我要打电话 人家听了就笑 什么可以打电话呢 你明白吗 中文就是打电话 就是我要拿电话来通话 但是你说那个打字翻译英语文 就是去打他 所以他说他要打电话 人家怕什么才不给你电话 你要打电话打税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中文说彼得雅各他们出海去打鱼了 鱼怎么可以打 钓鱼就可以 网鱼就可以 你去打鱼 你一打他就跑掉了 那打不到鱼 中文的打呢 你也不能够去做到 你翻译错 不能够打 要去钓鱼 去网鱼 不 因为中文的打鱼 是很妙的 是不是 你翻译英语文 我打鱼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中文一个文字 翻译到另外一个文字 有时候呢 有这种很特殊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讲到 我会说 中文这个翻译本呢 如果翻译得这样更好 并不是我们轻视 批评那些人翻译 而是说 有时候一个文字 不会很完全的 把它完全的意思 表达得很妥当 所以我们要谦卑要学习啊 看到有新的发现 有新的更好的翻译 那我们就要学习感达 以下一个例子 你看 多言多语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自会 这个禁止嘴唇 你说它对呢 还是错呢 照你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不讲话 是不是 禁止 但是如果你看中文英文的话 它什么 restraint restraint呢 当然也是有禁止的意思 但是除了禁止以外呢 它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医治 你的控制 你的control 你懂得管理的 不是说禁止说话 所以呢 应该是说 医治嘴唇 或者说 控制嘴唇的人 是有智慧 所以不是接对禁止 讲话 不 那这个就是例子 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中文啊 圣经啊 你参考英文圣经呢 你就会发现 其中有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是吧 是吧 所以 以后读圣经 多参考其他的文 而当你听到牧师给你一些比较新的观点的时候 不要很骄傲的时候 不 我以前听到的就是这样 稍微开放一点 真理是不可以妥协的 但是有时候一些解释 一些的了解 是你要开通一点 你才会进步 人家也能够欠高 如果你什么都不听的话 人家就不欠高 你就永远错下去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所以呢 传道书三章是一节 他上帝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上帝造我们的口 也是好的啊 虽然有人说 上帝造给我们两个眼睛 上帝造给我们两个耳朵 上帝造给我们几个口 一张口 那有人就说 这就提醒我们 这个不是圣经的哈 人间的这样子 多听 多看 少讲 这个好 他没有说 不讲 要讲 但是呢 比 你讲之前先看 因为两个眼睛看 说要看 听了以后看 你才讲 那这个还好 如果你说 所有上帝造万物都有用处的啊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时间很了解 时间很了解 有一个人 有一对夫妇 他去乡下 后来呢 诶 就去探访 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就很兴奋 说 哎呀 什么疯啊 你今天来探访我啦 他太太说 我们去看猪 就想到你 那么 那个女的 他讲这个话有插吗 他的话是很沉舌的 真的他们去农场看猪嘛 他说什么疯啊 把你吹来来看 他说 我们去看猪 就想到你 他可能应该说 我们去看猪 尽管农场 哎 想到你 看好猪在这边 我们就来探你啦 你明白吧 他中间把它省掉 看了猪 就想到你 如果这个 这个人呢 心胸宽大 就说 哎呀 你很想笑话 就没有事情啦 那如果他心胸宰了 气死了 早知道这样 你不要来看好 还冒 说笑猪 看到猪就想到话 其实讲话的人 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就是时间有要紧 个案其实说 那个人呢 那句话是对是对 但是 讲的时间定也不太对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就是说 你讲的恰当时间就好 我问你们 我们大家大概是一个礼拜见一次 然后见面要不要看话 要 那见面要不要打招呼 要 还有啊 有些弟兄姊妹 这个耳朵不大灵的 要不要大声讲 要 都对 见面要打招呼 对不对 还有 有些老人家 听过大灵的要 大声讲 对不对 对了 但是呢 在礼拜堂里面呢 在外面 还没有进来以前 讲啊 讲啊 大声大声讲 没关系 最多嘛 那美国人就说 啊 什么事情 但是呢 进到礼拜堂呢 就不用教头 借而讲啊 半声啊 就不对了 所以时间 地点 都要紧 你看 说话 并时间 可当 地点 可当 还有啊 传道书的 静而有时 也有时 有时候应该讲 有时候就安静了 你看 如果口善应对 自戒使用 哎呀 很好 讲得很好 化得其实 何等 那圣经有一件经文呢 是这样子 这个是苹果 这个是苹果不能够吃的 因为它是金苹果 它的网呢 它的盘呢 是云座的 所以云 所以圣经里面 是真言二十五章十一节 知道什么 他说一句话 说得很合识 合语 就好像金苹果 在云王子里 当然这个是指 艺术品 装潢 很贵重 金云嘛 它都是很贵重的 很相配的 那今天我们的苹果 就不一定要放在银盘上 那今天苹果放在 plastic盘都可以了 所以呢 他的要点是说 要配衬得好 就是这样 好吧 我们以下我们就来学习 我先讲啊 我不是眼里的眼里大师 我常常会讲错话 我还刚才来 请你们多多包含眼亮 万一得罪你们的话 让你们多多眼亮 特别是刚才 如果刚才还好 今天没有听见你们大声讲话 如果刚才我还没有上海以前 你们讲得很大声 我现在就讲话 那你就会说 哼 这个牧师真的不找人啊 当众羞辱我 还好 我包含眼听见你们讲话 找我 所以我是提醒你们 好吧 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 其实呢这是大学问啊 活到了 我学到了 到我年老了 灵到天堂的前一秒钟 我都还没有完全学会哦 我先生命了 所以呢 今天呢大家是分享 彼此提醒 大家来学习 那么哪一些是不应该说的话呢 一张口 口说 是 右边是一颗心 心说 不是 所以就是什么 口 口 是 心 非 就是 口 心 心口 不一 然后这种话呢 就绝对不可以讲 诶 真言二十三章十六节 很奇妙 他说不要吃二眼人的饭 也不要贪他的美食 所以你看 那个二眼呢 你看不到 我不敢说到犯错 因为可能五十多年前 那个地区 他们就用这个字来形容 你去看英文的话 就是什么 自私人 如果现在翻译的话 就不会用二眼了 不要吃自私人的饭 也不要贪他的美味 为什么呢 因为他虽然对你说 吃啊 吃啊 请他 请吃啊 他心切与你相悖 他那是罢不得你不吃 但是他口说 吃吃 不要客气 吃 他决定不吃 他说啊 你所吃的那点食物 还堵出来啊 你所说的干甜美乙都落空 这干甜美乙 那不是你去奉承他啊 至少你感谢他 哎呀 谢谢你啊 慷慨啊 爱心热心啊 招待你们啊 什么的 讲一大堆 百费的 为什么 他就是不要给你吃的 我这个不是在背后批评啊 我是在底下批评 因为那个人在天上 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 我们弟兄姊妹 常常讲笑话 或者 或者 在讲识的时候 我们会提起一个人说 哎 你是不是那个 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的代号 就是我们啊 那时候是青年人嘛 我们青年人也是 常常出去探访咯 我们方公司去探访人 我们青年人 青年团契人 出去探访啊 到探访到有家人啊 这个家人很特别的 我们去探访说 哎呀 你们青年人 天气这样热 硬也是日的 南洋啊 日烈日 半空女啊 这样来的辛苦啊 哎呀 喝杯气气水来走啦 他就去拿了一瓶的汽水 你知道吗 以前的汽水不是plastic的 是用铁的 盖的 硬的 东西来开一下 开得到 现在当然有这样 很厉害这样有 他不是探访的 但是呢 等到我们探访走的时候 他的气水还没有开 你没把揭示吗 啊啊啊啊 啊啊 就拿气水来来来来 我今天不是捧吃的 不是造谣的 所以我们大家印象很深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人 啊你是不是 是啊 就是 因为他他口说 哎呀 你们很吃啊 口渴啦 天这样很吃 一定很口渴啦 喝杯气水 他哪在气水 他哪不又骂他的 腿子 又骂来骂去 我们 我们等来等去 等了很久都没有开 我们就走了 以后就说 哎不要走他开再开 帅了啦 走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心口不意 他口说 要 要给你 其实一直拿不出来 所以他刚才圣经说一句话 自私 他根本就不要给你的嘛 是吧 所以你百费时间 哎 一小子妹 这个是 我们要小心他 我们尽量不要抓他走 哈哈哈哈 好 耶稣曾经这辈假冒为上 他说 他说经上说的一言不错 他说什么 你们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切也离我 主啊 我爱你 但是他心 到哪里去 就是心口不意 哈 所以我们要谨慎 以后我们唱诗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我们的心 也配合在我们唱的诗歌里面 知道吗 感谢主 荣耀主 谢谢 谢谢 感谢 你说不是啊 但是我这样感谢主的时候 我唱不出了 为什么我现在 这个又没有 那又没有 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谢的地方 那么你也可以谢谢 你可以告诉神 是 就是要感谢你 但是我感谢来 感谢的有些 别有遗难哦 求你帮助 是吧 你可以一下祷告 哈 但是尽量尽量要配合圣经 而且配合我们的心 心 心 口 昨天我们唱诗有提到耶稣的科西玛里言嘛 是不是 祷告啊 后来什么 后来犹大带来人来 是吗 耶稣嘛 犹大是什么 他说话之间来了很多人 那个十二个门徒里名叫犹大 走在前头 就见耶稣 要为他亲嘴 他要为耶稣亲嘴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 卖成此吧 给你一个问题去想想 到底犹大有个亲人的时候 我先告诉你没有答案了 到天堂就答案 请问问耶稣 犹大亲耶稣 为什么不问犹大 到天堂为什么不问犹大 犹大不在天堂吗 所以到天堂问耶稣 犹大有没有闻你啊 亲嘴没有 那时候耶稣告诉你 但是治理圣经说 没有说犹大亲了耶稣 他说他去前要去亲耶稣 耶稣就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 坏人指导 也许耶稣不接受他的亲嘴 也许犹大给耶稣提 哎呦 亲不下去 自己他是暗号 是出版耶稣的 所以是恐亲耶稣 心亲被判耶稣 好 还有一个呢 这个今天我不能够把全部 不应该讲的话提出来 只是重点提一提 现在这个世代 好像无论是播新闻 无论是什么场合 好像人家讲那个黄色笑话 不以为此 还以为他倒很幽默 讲幽默不幽默到什么 淫词忘了不出来 我真的很不习惯 我告诉你 我曾经参加一个基督教的 有机会 上面一个人 口才很好 也会讲笑话 当然他笑话 真的 我听不下去 因为他笑话里面 是淫乱的笑话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这些淫词忘语的 不可以讲 不合体统 所以不要以为 你很会幽默 讲那些黄色笑话 给人家笑笑笑 不可以 在教会里面 在团聚里面 我们讲笑话幽默 千万要小心 这些淫乱的话 信一方面的话 不要拿来开玩笑 我们这个是要注意一些信 好吧 现在讲应该说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要讲快一点 我们点点点点就可以了 应该说的话 应该说的话什么呢 这个是神的实质 是向先知以西接手的 他说人者啊 我立你作以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什么 敬见他们 哎呀 这是今天传道很难做的事情 因为现在的世代不像以前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牧师可以管我们 骂我们 甚至耳朵都可以 给他拉来拉就可以了 现在啊 不要说拉很多 提醒一下 干涉我的自由 你看人是谁 我大家不懂吗 你明白吗 现在的人呢 实在是不容易上交 但是有时候 传道人很难 因为他有一个质人 神托付他使命 看到就要起到 这是策略不讨 但是讨好 神托付他 好 圣经理事也到头上 他如果 我指路二人说 你必要死 如果你不敬见他 也不欠见他 使他离开恶行 拯救他的性命 这二人必死在罪的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上命的罪 意思是说 你看到一个人有危险 你看到一个人有犯罪 你不警告他 他不提醒他 将来他受刑罢 但是你有罪 神要向你 躺他上命的罪 但是如果 你已经进到他了 那么 他自己灭亡是他的事情 还有下面 下面有一个背景是这样 有一次 亚安王就包了一个城市 叫沙玛利 包裹一城市以后 他就因为外面不能够供应事物 里面事物也完了 所以就激荒 激荒那个程度 里面的人 换儿女来吃 因为没有东西吃了 他杀自己的儿女 杀不下手 换 我和你交换 我杀你的儿子 你杀我的儿子 是这样惨的 到后来先知就告诉他们说 明天就有大日子 好消息了 你们有东西吃 而且东西很便宜 结果呢 神又有奇妙的办法 然后刚那时候 有四个 几个 大概是四个吧 我不打清楚 忘记了 几个 长大麻疯的人 他们在门口 他们说 哎呀 我们在门口反正也会饿死 不如我们进去 看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 有吗 没有反正我们外面也是饿死吧 进去给他烧死 烧死死了 外面饿死嘛 所以他们就冒险进到城里面 哇一看 出乎 他们很意外 为什么 原来里面有东西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来呢 神用神机 像这个 雅兰的兵啊 听见吵闹声音 他以为以色列人 就联了很多兵来攻打 所以他们瞎了跑掉 所以里面的仓库 门口开一开 所以这四个那个 乞丐 麻疯变成 就在里面吃啊吃啊 拿东西啊 后来呢 其中一个人说 哎对啊 我们做错事情了 我们今天有得吃 有得拿东西 我们现在这里自私不行啊 我们应该从其告诉人 这里有东西 叫他们进来 所以这就是他的话 但我们所做的不好啊 今这是有好消息的日子 我们进不做生 不行啊 天一亮的 醉被迷到我们了 来吧 我们以王家报信起 就是说 你得到好消息 你听到吵音 你不去传 你不去告诉人 这是不对的 所以保罗说什么 说我传吵音 言是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意思是说 我不得不传 做不传吵音 我便有话 我作甘心做穿之事 就有赏赐 作不甘心 执任 却已经托付我了 所以传道人 传吵音 是不是 而且他也求信徒 他说 也为我祈求 请你们路有拜祷 使我多做口才 可以放胆 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所以传吵音是要讲的 告诉人 警告人 有危险 是应该讲的话 尽本分 放打讲论 还有这里也讲到一个 菲利 他在一个旷野的时候 看到一两个车 车上有一个外国人 一个太监 他在读圣经 所以菲利就看见他 你所看的你懂吗 后来这个太监就对他说 请问 先知说的这个人是指着谁 因为他读圣经嘛 还是谁呢 所以他就问 所以这个菲利呢 就开口 从至今上 请对他传讲耶稣 所以菲利是传道人 他一到有人问了 他要什么 其实不问也应该讲 对不对 所以这是应该讲的 还有 神对保罗说 不要怕 只管讲 不要闭口 要讲 讲什么 讲神的话 OK 昨天我们唱诗的时候 也提到耶稣 进耶路撒 是不是 有很多人 他们说 赫山啊赫山啊 奉主迎来的是 应当称颂的 如果 你去看圣经 里面的一个插曲 是什么呢 当时巴雷塞人 很嫉妒耶稣 很生气 看到这些人 照顾耶稣 还有小孩子 他就去找耶稣 他就去找耶稣 你看这些人 这辈子人 这辈子人 意思是说 吵吵闹闹 那耶稣怎么讲 耶稣说 我告诉你啊 如果他们闭口不说啊 路旁这些石头啊 都要呼叫起来 意思是说 他们说是应该的 如果他们不说 连不应该说话 本来不会说话的时候 都耐不住了 要出来说话 所以意思是什么 可要讲 所以 那么 这里是犹太人 大家都知道故事了 犹太领祝 在历史上 曾经有一次 几乎要灭祝 就是他们给他的帝人 当中有个患者 施济谋 要来灭掉犹太人 后来李斯帖 是当成了皇后 那么他的叔叔就告诉他这个消息 叫他要为以色列人讲话 那么那个以色列人有点犹疑 他说哎呀 你知道我们的丰收啊 我做皇后 如果皇帝没有造我 我自己去的话 很危险啊 会杀死的 有使命的 但是莫比卡对他说 你知道吗 你今天做皇后的这个责任 就是为今天啊 整个民族就在你身上 如果你不讲 我们全部人走吧 但是这个莫比卡也警告他说 当然神是能够的 如果你不讲 神也办法 不过呢 你的罪难他 所以后来呢 他就说 你作弊口不言 犹大人 必从别处得解脱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 必自灭亡 所以有时候应该讲 好 圣经说 我们要当为亚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生焉 什么叫为亚巴开口呢 亚巴就是有苦说不出 知道吗 有话不能够讲 有时候 当你看到一个人 因为他的身份比较低违 因为他的言语表达能力 有一些难处 他不能够讲 就算他讲也是没有人要听 所以 但是他有一大堆的烟区 误会 给人家误会 碰到这种情形 你就要做他的口 意思是什么 你要替他讲话 这是我人生的那个Mainment之一 就是说 我在很多场合 我看见有些人 有些需要 但他自己不能够讲 讲不出 我就一定要替他讲 所以这种词 这是圣经的教练 那么很快的 以下的经文就提到 不可以这个 要这个 你们要清洁谎言 不可以讲 个人要说什么 诚实话 误会的言语 不可以讲 要说什么 照旧人的话 好话 清洁的话 好 这是我们的 最后诚心绑告 大家多好不好 当成是我们的绑告 有两件事 今天是我们的绑告 来 上帝啊 求你见朝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义 看在我里面 有什么可行 引导我 走 永生 不大 最后说 耶和华 我的老师 我的救世主啊 厌我口中的眼里 口中的眼里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 好 以下的时间 向手伸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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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